来关注夏仲 目前 粮食主产区夏仲正加快推进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全国下波粮食作物播种 不含双季晚道已过八成 总体进展顺利 眼下 长江流域中导灾差接近尾声 在江西安逸 当地大力推广的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 让重量大户杨中家的400亩中导插秧 不仅省时省力 质量也大大提升 来了八台插秧机 据统计 江西南昌今年中道种植面积 预计稳定在69万亩 6月底将全部栽差完毕 夏梁主产区卖收结束 大豆玉米播种正在加快推进 玉米播种过九成 大豆播种达八成半 在河南碎平 新型大豆玉米一体化播种机 为夏仲帮了大忙 6行大豆 4行玉米一次性配套作业 一个小时就播种了15亩 在包正山的玉米不坚持的情况下 实现这个多手一叉豆 也大约都是200斤左右 为咱的这个农户 这个实现了一技双手 达到了这个正餐正效的这个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